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还有55个少数民族加在一起 它还不到一亿人口 不过最近七两个好像是做了一次统计 强细的统计的结果还没有出来 11月份统计的 到现在也有半年多了 照道理讲应该是要出来 所以中国讲民族就有两个 一个是汉族 一个就是少数民族 我讲的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和宗教 这个口 我姓五 12345那个五 12345 你们喊我5先生就行的 Mr.5 Teacher 5 Professor 5 确定你们 最好不要喊我老五 因为中国人喊前面加个老字的什么 都怕是对年轻人喊的 像我年龄大的人就要反过来了 不是老五而是无老 所以喊老五我会愣住 怎么是不是喊别人 这个 我的口里是一种讲座式的口 我这个口是讲座式 就是我们一个题目一个题目的讲 我有好多个题目 一休息能讲多少个 我现在很难说 下次我会带把题目可以告诉你们 比方我的第一讲 就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我第二讲就会讲 中国的儒家思想 就是你们说的孔父子思想 算不算宗教 它是不是宗教 这也是有意思的 好像像宗教 又好像不是宗教 在我们内地 我们没有把儒家思想算作宗教 但是在台湾 在香港 或是在北的国家 有华侨的地方 它算作宗教 它叫做孔教 孔父子的孔 孔教 是吧 那我的题目就是 中国的儒家思想算不算宗教 比方下面我就写江 福教 中国的福教 西藏福教 以及关于西藏独立问题 这是大家也是有意思的 是吧 这个西藏 西藏这个要不要独立 能不能独立 可以不可以独立 总之我有许多个题目 或者道教和道家 你们外国人搞不懂的就是这个道 到底是道家还是道教 你们也分不清楚 中国人有时候自己也分不清楚 所以我是讲座式的 这个讲座式的呢是这样 我一个题目一个题目讲 但是我们这个课呢 每天只有两节课 每节课五十分钟就等于是一百分钟 所以一个题目呢 常常是一次课讲不完的 讲不完的 所以我就要分两次甚至三次把它讲了 所以我这个讲库呢 有一点像中国的说书的那种形式 中国有一种文化遗漏 是说书 讲故事 这个 讲故事在讲到最后 还没讲完 他会拿一个木头往桌上一喷 说幼稚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什么意思呢 就你要知道下面的事情如何了 你听 下一次我再给你们分解 我再给你们解释 我这个是有这样的情况 因为那个中国古代说故事 他多半是在茶塞里 茶馆里 就是你们所谓的酒吧里 他在讲 讲一次讲不完 第二次再来 他就要收费 所以我呢大概就是 是这样的一种形式 讲座的形式 而且呢 我没有讲稿 也没有参考书 我不喜欢书 书也不太喜欢我 因为在中国印书啊 要有很多的规矩 我呢有时候会犯规 所以这个所以我就 我就凭我讲 凭我讲 这个 我相信我是 讲我自己的认识 讲我自己的认识 正求不正求 对不对 还是交给大家 交给大家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开始讲这个 第一讲 中国 统一的 多名出的国家 你们都是外国学生 有的可能还是第一次到中国 你们首先要想知道 你到的这个国家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是吧 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国家 也许你已经写信回家 或者伊密尔回家 告诉人家 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我想外国的人啊 对中国的看法 大概有三个样 三种答案 一个呢 是中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 共产主义制度的国家 是吧 因为这个国家不同 我们国家呢 虽然有很多党 但是我们这个有大党或小党 也不能叫大党小党 现在都客气了 叫兄弟党 但是国家是共产党领导 不是那些党的领导 但是 算不算 共产党领导应该承认 算不算共产主义制度 我们要考虑 因为他自己并没有说 我现在是共产主义制度 是吧 我们现在喜欢说的就是 一份非常科技的话 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而且还不完全是社会主义 是社会主义开始的这个阶段 这是你们的一个看法 还有一个看法 认为中国是一个 既有古代文明 或悠久历史的大国 因为中国是有一个长长的历史的国家 我们上海上有四五千年的历史 四五千年的历史 我觉得似乎也太长了一点 大概三千多年 或者四千年 大概这有可能 再隐一点 那就是一种世处制度 或者以父亲为主的世处社会 或者是以母亲福利为主的社会 大概 大概 我常常讲是三千多年 但我们下面要一样 但是三千多年 也是很长了 是吧 至少比美国要长多了 是吧 这个有悠久的历史的国家 但是除了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 还有没有其他的内容 第三个大福利是 中国是一只正在救醒的狮子 狮子 是正在醒来的 就是拉伯仑过去讲的 中国是一只大的引寿狮子 正在醒了 是一个正在举起的国家 我们自己现在也讲 我们是正在兴起 因为我们现在常常是说 我们的这个革命经济总量 已经是第二位了 是吧 我们国家是 这个银行里 钱最多的国家 是吧 连美国人都扣我们好多好多的群 那这些答案 都只说出了一个部分 我认为最准求的说 应该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这是中国的一个最 我认为最好的 最准求的一个描述 当然你还可以在这个国家中间 如果用现代政治来讲 叫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 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那社会主义呢 那是一个政治经济秀 社会秀的概念 我是叫历史的 我只是从历史上来表述 中国的国家应该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 这两个特点 一个是统一的 一个是多民族的 这是两个重要的特点 两个核心的利益 你看我们跟外国打矛盾有纠纷 通常是在这两个问题上出了事情 我们认为台湾是中国的 西藏是中国的 新疆也是中国的 我们反对台湾独立 反对西藏独立 反对维吾尔独立 这都是在统一和多民族上问题上 有些交分 这两个特点是中国社会最根本的东西 我们跟外国人 特别跟西方人 很多的冲突和矛盾是在什么地方 就是他不了解我们中国的国家的性质 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的性质 尽管我们这个统一和多民族 有它自己的特点 我刚才说过了 你说多民族 我以后要分析 我们有56个民族 但是56个民族很有意思 其中一个汉族就多 就多 就多得不得了 少数民族有55个 有的少得可怜 有的少数民族的人口数字 还没有我们南京大学的学生多了 我们知道一下 迎南基洛 这些少数民族 还有西藏 有的少数民族 人数很少很少 所以我们也要分析 那怎么会是 中国变成一个以汉族人口为多的 是吧 你想我们 你们在我们南京大学 在南京 或者在江苏省 你成天见到的 大概都是汉族人 偶尔的会在门口遇到几个 卖高点的维吾尔人 是吧 那是新疆来的 他们不是本地基 不是基流住在本地区的民族 他们是过往到我们这里来的民族 江苏省 少数民族的人口 国际统治 只占总人口的 百分之零点五 一度不到零点五 我们有七千多万 现在有八千万 少数民族的人口 加起来 也只有 过去是十几万 现在是二上十万 很少 而且这里的多数 还不是江苏本地的人口 其中有一半 都是从别的地方 到南京来的 南京江苏省 基本上少数民族 过去只有两三种 除了汉族之外 是回族 就是那个不吃猪肉的 兴奋伊斯兰教的回族 我就是这个少数民族 所以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人 来讲这个少数民族 也许有一点特别的意义 特别的意义 另外就是满洲 满洲人 满洲人也不是我们本地的 是清朝的时候 建立了清朝政府以后 那么他们有经队住在这里 叫做八旗经 八旗经 他就在这个城市里 有一块地方是归他所住 地点在哪里 地点就是我们现在 中山东路到中山门去的时候 有个叫明故宫 明故宫 有一个地区 他们过去满城就在那个地方 也就是不到一万人 辛亥革命 这是我们昨天讲的十月十号 他们失败了 那么他们就分散了 分散了 而且满洲人 满洲人现在 越来越是一个符号 什么叫符号 就是他没有自己的宗教 他不懂得自己的义 只不过是 知道自己是满洲而已 真正要想看几个比较像样的满洲人 可能要到东北 可能要到东北 所以多民族也很有意思 多的是多的不得了 少的是少的可怜 但是这个国家还是多民族的国家 那么我就来分析 这两个特点 统一的和多民族的国家 我们过去有一句话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中国的历史 就是我们中国的历史 是中国境内各个民族 共同创造的历史 它还包括着 曾经在这个土地上 生活过 生存过 甚至于繁荣过 到现在已经消失的民族 它判断了历史 因为这56个不代表 我们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 因为突戒人在哪里 匈奴人到哪里去了 其他人到哪里去了 先别人到哪里去了 现在都没有了 但是他们在历史上 就是存在过的 是吧 其他人 其他人后来就消失了 他们曾经建立一个国家 是吧 他们建立一个辽 一个很好的国家 后来这个国家失败以后 一代一代就没有其他人 是吧 他们有时候 涌入到贝勒民族中间去了 其中很多是涌入到 我们汉族人中间去了 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俄罗斯人 俄罗斯欧文中间讲中国 讲 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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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他就是 吉他 就在俄罗斯来讲 他的 中国的发音就是 所以中国这个历史是中国各民族创造的 也包括着曾经在中国里土上活动过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的那些民族 他们也创造了这个规划 民族问题是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 我们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 二次世界大战后 人类发生过一千多次小规模的小型的战争 其中有部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民族战争 都是民族跟民族国家发生战争 如果没有这些民族性质的战争 世界上也许就太平衡 你看现在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 还有像五国过去 所以俄罗斯人跟车臣人都是民族的战争 所以这个多民族也是中国一个很大的问题 中国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就要在这个扩散里把这两个问题解释清楚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个国家 你要知道中国人他的想法就是统一的多民族的 这是他的特点 那么我们现在第一个来分析来了解 都统一的中国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大家不要觉得统一的概念是共产党有了才有 不是的 统一的概念 这个一统的概念是孔子 孔子一切就存在在中国内的一个核心思想 我们现在叫做统一 古代不叫统一 叫什么呢 叫做大一统 大一统 我们四处五经上 有一个五经中间有一本春秋经 春秋有三传 一个就是左传 就是作为五经之一的左传 还有一个公养 顾梁 这个春秋经的第一句话叫春王正义 古代的书是春王正义 这一句话 那么简式就是指春王正义 那么简式就是指春王正义 大一统也 就是要有一个中央有一个中央的领导把大家都同意起来 叫春王正义 所以大一统的思想是中国人的一个历史歧视 那么今天的政府只不过是接受这一种传统的思想 因为对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讲 这个一统的思想 这个一统的思想是他从小一直到现在都有的思想 特别是现在的青年人 更是一个爱国主义 你要在我们中国的网上 你看一谈到统一 青年人就有敬 觉得这个国家也欺负我们 那个国家也欺负我们 好像我们是一个统一的 这个统一的思想是由来已久 有来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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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